转回国内来关心 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毕胜 去年底闹出了婚外飞闻风波 而他的妻子 北荣神经医学中心 癫痫科主任尤湘玉 在飞闻爆发之后 今天首度公开露面 发表他跟团队的最新研究 就是跟以前都一样吧 大概就没有什么 谈起跟丈夫王毕胜 现在的相处状况 尤湘玉淡定回应 回家不会讨论公事 我们大概很少讨论公事 去年十月疫情指挥中心 指挥官王毕胜 爆出婚外情风波 事发后他的妻子 也是北荣知名的 神经医学中心癫痫科主任尤湘玉 依旧正常上班 似乎不受影响 这回更为了发表研究成果 首度公开露面 整场记者会他态度轻松 甚至多次展开笑颜 而谈起王毕胜 接棒指挥官的表现 他四两拨千斤 这个我请李大夫 以医生的角度回答一下 我那个时间都有在门诊 所以我是跟大家一样 就是也是看 也会看新闻 也会看一些资讯 我心里有一些安慰 就是说他们之前可能 事上适合来我这里做治疗的 适合我们团队来做治疗的 他们终于找到了我们 然后得到的癫痫 很好的控制 甚至完全就不发作了 对于王毕胜的相关问题 不愿多做说明 尤其邮相遇 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带领团队尝试用超音波脉冲 治疗癫痫患者 免开刀 治疗时间短 且不损伤脑部 虽说面临婚姻难题 尤其邮相遇不受影响 还做出突破性研究 也成了外界关注焦点 接送我们吧 没关系